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很多本地的网络服装店的货源呢 其实是来自... 嗨!大家好,我是Mareness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2018年已经快要到了尾声 这样就会有很多的UNSales 那么在中国最大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Sales 就是非双十一莫属啦 其实我为了这个双十一呢 做了一个以我淘宝的5年的经验 来给你们的一个分享 就是一个双十一攻略 那么在这支影片里面呢 我会说到的是为什么要买淘宝 怎样货比三家 我会推荐几间网店是可以信赖的 可以安心的购买的网店 还有呢,就是在双十一之前呢 你要怎样做 这一个整个过程呢 其实是比较适合小子女 所以呢,如果这支影片你有兴趣用的话 请继续收看 为什么要买淘宝? 为什么淘宝是我的选择? 因为呢,省钱 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制造的 因为他们那边的成本比较低 还有的是其实很多在本地 circulate的东西 就是在本地兜兜转转的那些货品呢 其实大部分呢,都是从淘宝拿货的 之所以那么喜欢上淘宝 是因为它可以省钱 其实一样东西呢,在本地售卖呢 会比较昂贵 那个商家要赚取的是第一个利益 没有错 这是一个很fair的point 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啦 商家要承担的运费还有一些利润 所以呢,在本地买的价钱呢 会比较高一点 其实你可以在淘宝上 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有一些啦,我不是说全部啦 但我很想要那样东西 可是我在本地的市场找不到 找不到商家来购买的时候呢 我就会上淘宝 其实现在淘宝呢,从以前开始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货物给你选 其实淘宝上有上亿的商家 在售卖很多很多几千亿几百亿的货物 有时候我会上淘宝去看一下它的价钱 还有看一下这市场的价钱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很多本地的网络服装店呢 的货源呢,其实是来自淘宝 女生嘛,一件衣服是不可能穿天下的,对不对? 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online window shopping 就是去看看啊,去follow一些本地的服装店 我们女生都会去follow一些很出名的那些online boutique 因为我个人的经历我看到了那么多他们的货源都大同小异 那么呢,我每次呢都会去截图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找一样裙子 看到一个相机的一个icon 点进去 你看这框框不用管它 如果你想要买的东西在你的面前就可以即刻拍下来 那么其实呢,我大多数都是用screenshot的方式 就直接进我的camera row 我要这款裙子 然后呢,它就会在这里识别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有很多的选择 你可以选半身裙 我有可能会拿不到我要的结果 可是没关系 它通常都会出现一个比较接近 它就会给你一个很接近很接近的result 它识别了之后,它会给你一个结果 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最接近我想要的裙子 然后我就可以进行收藏 或者是加入购物车 就这么简单 那么当然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继续找一下你自己真的想要的款式 这是一个我平时都很常用的方法 就是去截图 其实有很多本地的网络服装店呢 我自己本人发现它们的货呢 跟淘宝上的是很相似的 我就不在这里说明是哪一间店啦 那是你们自己应该去观察的事情 那一间裙子 某某网络服装店 它卖的价钱是100块 可是其实你可以用很低的价钱去淘宝上 讨一件同样一模一样款式裙子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你不要去用一个比较低的价钱去购入呢 就我们女生一件衣服呢 可能穿不到10次 就打入人工了 如果要用一个这么高的价钱呢 去拥有它的话呢 不如用一个低的价钱去拥有它 就算你穿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你也不会那么心疼 是不是 其实我并不反对大家去支持 本地的local online sellers 本地的卖家 只是如果我是你的话呢 我就会想尽办法去节省 因为钱难赚啊 那下一个我要推荐的是一些商家 我平时很喜欢逛的网店 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私人收藏 那么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就是 很多本地的商家呢 其实他们的东西真的都是大同小异啦 那么这一家店呢 我其实注意了很久 我几年前就开始有关注它 我说的就是这家店 其实它的服饰呢 大多数可以在local的 在本地的服装店商家那里看到 那我进全部宝贝 其实这一家店它的售卖的价格呢 是蛮合理的 而且它所售卖的东西呢 其实都可以在本地的服装店找到 我有买过他们家的东西 他们家的衣服 他们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尺寸方面呢 你一定要跟着它所给予的尺码 它可能会偏小一点 或者是你可以询问一下卖家 你这样子这样子的身高体重 你应该拿什么size 就这样 所以这是我自己很推荐的一间网店 这边叫10shark 我们来说首饰好了 我最喜欢逛的首饰跟耳环店呢 就是这一间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而且它的选择呢 都很update的 都很更新 就是跟上潮流 它的选择很多 然后你看它的价格超便宜的 它的品质呢 当然不能期望到非常好 一种价格呢 它保证的商品呢 其实是乖地是很不错的 我非常推荐这一间店 我就喜欢就是那种很多很多很多选择的 它有法术啦 有每个人都想要的发夹啦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这一种 藤边的耳环 真的是超漂亮的 我自己也收入了一款 还有项链 你看 超便宜的 才十多 十多块 十多元 我自己个人是很推荐在淘宝上买耳环 因为呢 在本地买耳环呢 一对至少要一个二三十块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overpriced啦 一对耳环的实用性呢 其实也不会高 你不可能一对耳环走天下 这种常规款可以啦 你可以一对耳环走天下 可是那种 好像这种毛毛啊 这种豹纹啊 还有这种琥珀纹啊 你不可能每一天穿同样的耳环嘛 耳环就像衣服 就是你每一天都会换不同的衣服 这种每一天都要换的东西 就是衣服 耳饰 项链 换是戒指 之类的呢 都不应该用一笔很大的价钱去拥有它 所以这间网店所售卖的耳环的价格呢 真的是耳针啊 那价格呢 真的是物超数值 CP值很高 那接下来呢 然后推荐的是电器 打小熊 如果你有在淘一些比较平价的电器 而且又很好用的电器呢 我很推荐这一间这家的电器 为什么呢 你看比如说电热饭盒 我超推荐这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电热饭盒 可是你可以把它充当成电饭包 自己本身是用着这一个啦 这个真的很CP值超高 只需要把饭 米饭 还没有想要煮的米饭 放进去这一个容器里面 然后用热水 然后按这个按钮 给它煮熟 它大概需要一个半个小时 到40分钟就可以煮熟了 它还可以煮菜 还有煮汤 所以呢 我真的很推荐 而且这一家的电器呢 它所卖的价钱都不会很高 电吨钟 可以选一个2-4人份的 这些也是很有名 你看 才一个339元 就是200块就可以买到一个电吨钟 而且它的外表很漂亮 就是很可爱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这一家店呢 值得被发现 那么如果你想要逛一些家庭用品的话呢 我很推荐这一间店 嗯 如果你喜爱minimalism 或者是喜欢白色的家居用品的话呢 这一间店你真的不能错过 你看它大多数的那些 那种好物都是以白色为主 我自己很喜欢这一个挂钩 它可以挂那个裤带 还有我的包包 其实它很方便 然后它又不会很贵 它的质感真的蛮好的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 洗衣网啊 这个单价可能会有一点高 可是它的质感 你不用怀疑 一定是好 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小物 它可以帮到你的小物 就是你不可能去想到它会怎样帮你的小物啊 就是像是这个 就是边边扫一下那些 我们平时用刷纸扫不到的地方 只是你所需要到的那些家居用品呢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而且它的价格也不会很高 那你自己呢 如果现在在想要淘一些碗啊 蝶啊 这一家也不错 这一家我是没有买过啦 可是我看它的价钱 还有它的那些 是那些 物品的那种风格呢 是蛮 接近 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北欧风 看它的杯子都很漂亮 还有它的碗 盘啊 然后价格也很清明 就这样 那么下一个呢 我要推荐的是 technology方面的 如果你是相机爱好者呢 screen protector 我之前呢 找这个相机的screen protector 我在买这一架相机的 专门店呢 问那个screen protector的价钱 它竟然售价60块耶 那么我呢 就拿到了 同款的那个 model number 然后去上网 淘 那么我就会去上网 淘咯 然后给 真的给我淘得到耶 我就会选 原本的售价是38元 可是我要以60块马币 才可以在本地买到 虽然说时间上是需要等的啦 如果你不介意等的话 是可以的 还有下一个要推荐的是手机壳 iPhone 如果你喜欢那种小清新的感觉呢 我很推荐这一间 现在很主流的那种 minimalism的感觉 可是它这个的价格有一点小贵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呢 你是可以去买的 因为它的质感很不错 其实手机壳方面呢 它的选择会有很多 输入你想要的手机壳的那个特征 它可能就会出现了很多很多 所以呢 这些方面我最基本的东西 我就不深入的谈了 有人问我 我的ring light 是去哪里买的 是去这一间 叫南冠旗舰店 那么你看呢 其实这种ring light呢 在淘宝上淘的话 会更加的便宜 只需要一个 只需要286元 就可以买到一个很普通 很耐用很实用的一个ring light 如果你要再advance一点 就去买一个比较贵的 可是其实它们的功用都是一样的 就看你去 你怎样去斟酌 你的预算有多高 嗯 我真的觉得那些淘宝的卖家 应该要来赞助我 那么这就是基本上 我比较推荐的一些网链 如何货比三家 在手机上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功能是做不到的 比如说你存 你收藏了一样物品 你收藏了一件裙子 你要找一个同款的 你想要知道 其他卖家卖的价钱是多少 你是找不到的 用手机是找不到的 因为手机上面呢 只能找一个按键 就是找像式 找像式呢 其实它只可以帮你analyze出 同样颜色 同样价格 类似同样款式的那一种裙子 它只能帮你识别 它其实很有限 我比较推荐的是呢 如果你要一个很低很低的价格 买那一件裙子的话呢 请你务必要用你的桌面的版本呢 它的功能会比较多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那样的东西 你要货比三家 你就copy那件裙子的名称 copy到完 然后呢 你paste在上面 那个search engine的那一条bar那边 你原原本本的把整个句子放在上面 然后你去按搜索 它呢 第一时间它会出现一个 因为你是原原本本的copy嘛 所以它会出现一个 你刚才search过的东西 同样的卖家同样的东西 因为这是一定的 因为你原原本本的去copy 然后呢 在同一个地方呢 你会看到 你把箭头拉下来 它会有两个橙色的column 一个是找同款 一个是找相识 这是手机所不能做到的东西 那么呢 我通常都会找同款 去click那个找同款 但这个也是有弱点的 可就可能整个淘宝的网面 只有这个卖家 发售怎样 这一件裙子的话 你可能就找不到同款 那个时候呢 你连那个同款的button都不能按 所以呢 那个是看你的运气啊 如果那样东西真的没有第二个卖家 你就没有办法 你只能跟那一个卖家买 说到了找同款 这个物品 就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同款 然后还有不同的卖家 所给的价格 就可以去筛选 以你最 就是你最喜欢的价格 你可以去选一个比较高价格的卖家 还有一个关键介入就是呢 我通常会去看有多少个人已经买过了 如果那个是零的话我会斟酌一下 我就会思考一下要不要跟他买 还有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评价 那个价钱是我要的 我就click零去看 然后呢我就去看他的评价 他的评价如果是蛮不错的 那我就可以继续买 那如果呢他没有评价 或许是他评价不好呢 那你就要去慢慢的斟酌 你就要去思考一下你 你需不需要去冒这个险 如果价格真的很便宜的话 也是你可以去冒这个险 因为online shopping是有一定的风险 你可能会拿到货不对办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 其实最好的呢是找一个很中的价位 就比如说那件裙子是100块 可是最低的价格可以去到29元 中间呢有很多卖家可能卖53元之类的 我可能会去选那个53元的 因为可能他的评价呢是最多人评价的 还有他的销售量也是最高的 我觉得那一个是最安全的选择 这样多个字一点 为什么要等到双十一才来买 那是因为呢 其实双十一以往的两年呢 双十一的优惠呢 第一个优惠就是他的运费会比较低 去年我淘宝的时候呢 第一个KG好像是10元还是10多元之类的 平时呢价钱是20多元 就是那个运费 从中国运到来马来西亚的运费 蓄仲好像是没有优惠的 蓄仲好像是也是9元10元之类的 我就比较喜欢趁这个时期买 因为这样呢会省的一个10元的运费 当然也不能说因为那10元的关系 所以要拼命买拼命买 购物的时候其实是要买你需要的 不要买那些不必要的 因为可以省多少 省那几十元而去买更多更多 其实你不是在省那几十元 你是在花那几百元去抽单 我并没有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 拼命的去买 只是买有需要的 我通常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呢 都加入我的购物车 然后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筛选真正需要的东西 就是我真的很想要买的东西 我在双十一当天呢 就可以去checkout付款付费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呢 网络的不稳定 大家都会同时间在那一个时期呢 付费购买筛选 会造成很多的需要等待的时间 我没有说他们的网站不好啦 只是要看当地的那个网络 稳不稳定 络络的稳定程度呢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我建议呢 大家先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列入那个清单 列入那个购物车里面 就stand by好 在双十一当天 你可以在晚上十二点的时候checkout 但这次的双十一 我也不会放过这一次的机会 去购买我想要的东西 那么之后我就会像网络一样去开箱 我收到的双十一淘宝 再跟你们就分享 所以就尽情期待我下一个淘宝开箱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双十一淘宝攻略 在最后呢还是要奉劝大家呢 其实不要为了去省那几十元呢 去买你不必要的东西 你可能不会用到的东西 就不要浪费钱 还是一句话 买你需要的 买你真正需要的 还有祝大家happy shopping 希望你喜欢这一支影片 喜欢的话给我一个赞 还有分享我这一支影片 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我的daily update 去我的instagram还有facebook page 我会link全部的link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就可以收到我更新的消息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